熟地皇和牡丹听得目瞪口呆接不上话 只得跟着前面高兴的蹦蹦跳跳的山药妹妹向里面一探究竟 只见门内一条小径蜿蜒地向前伸去 两边竹林环绕散发着雅致的氛围和盎然的生机 熟地皇和牡丹被眼前这景象每个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再往前走一条清闭亮丽的小溪 阴润着葱月的花草和茂盛的林木 庭院中的石顿上坐着一位笑眯眯的白胡子老爷爷 熟地皇牡丹皮 你们来了 你认识我 什么牡丹皮 我是牡丹 白牡丹 你们还记得我说在等你们吗 因为院长爷爷研究出了一个秘籍 叫六位帝皇丸 现在还差两位药材了 两位 山药妹妹 你数学不好吗 山药妹妹冲熟帝皇做了个鬼俩 转身跑进屋 就是两位呀 不信 你看 佛子 玩技兄弟 正在播出